你敢信年仅18岁的我 就有了五个比我还大的儿女吗 而且每个都是全球响当当的大人物 老公你好 卧槽 大儿子是一家金融公司的老总 身价至少1000年 二儿子掌管着上百家的媒体公司 三儿子更是教授级别的人物 全球上千所知名大学 抢着要他受课 况且两个女儿都是颜值报表的知名女星 而造成这一切的因果 都是因为30年前的一场意外 30年前我刚满18岁 为了赚外快买礼物送给女友 我来到了一家医院捐献我的小客头 谁知一不小心捐献过度 导致我体虚晕了过去 等我醒来后 已经是30年后了 你终于醒了 30年来我每天定期的为你检查身体 幸亏你一直都有呼吸 不然早就被当成植物人 送进了火炉里了 什么 30年 你是说我沉睡了30年 没错 当初你体虚晕倒过后 就再也没醒来过 医生自己也没想到 年纪轻轻的小伙子 只是捐献了几十毫升的小蝌蚪 就导致昏迷 而且还是30年 对了 当初你捐献的小蝌蚪 被我分成了五份 如今五份都已经长大成人 你回去可以找他们 毕竟他们经常到医院来看望你 我也没想到五份都成功了 证明你的基因很好 王医生 这么丢人的事就不要说了 有机会我肯定会寻找他们 总之谢谢你这些年来的照顾 我尴尬得不知所措 道谢过后 只想赶紧逃离此处 至于那五个而已 我也并没有放在心上 我走到曾经那个熟悉的街头 没想到30年没回来 当初的破街道已经变成了高端小区 不知道我爸妈还在不在这里 就在我正疑惑 怎么寻找他们时 一位故人朝我走来 林峰 你是林峰 你醒了吗 我听说你在医院躺了30年 陈拱是我多年的好友 我们曾经是最好的兄弟 穿同一条裤子长大的好兄弟 是啊 不知道为什么 30年了 我还是当初的模样 陈拱 你爸妈现在还在这里吗 还有我爸妈他们 你别提了 你昏迷的30年 我们小区发生了很多事 那一年小区拆迁 这里的老住户 每家都分了一套房 包括你家在内 怎么了 这不是好事吗 看你好像不太高兴 虽然每家每户都有了房子 可我们的父母 却没有享受几年 你父母已经离世20多年了 我父母也走了快20年了 现在你家的房子里 住的是你的姑姑和他的女儿 只要房子在就行了 你改天带我去我爸妈的墓地看看 他们走了都没送一程 我想陪陪他们 带你去看父母 没问题 林峰啊 你现在最主要的 还是赶紧回家吧 晚了 恐怕房子就保不住了 你家住在三单元的301号 我很疑惑 陈拱的话是什么意思 还没问 清楚他便匆匆地离开了 我带着满脸疑惑 找到了301房 林峰 你怎么回来了 这里是我家 我不该回来吗 我的这位姑姑 从小就对我不好 对我父母 也是冷眼相加 我自然不会给他好脸色 谁说这是你家 这是老娘的房子 一个消失的30年的野小子 小心我告诉保安 你私闯林宅 这里的老房子 本就是我家的 拆迁分发的房产 也是我父母的 你凭什么说是你的 念你是我爸的姐姐 我尊称你一声姑姑 你别给脸不要脸 是 这房子确实是你家的 谁让你那短命的爹娘 没等到你苏醒 没人继承房产 只好转到我的名下 既然在我名下 那就是我的房子 至于你 赶紧给我滚出去 老巫婆 你给我等着 早晚有一天 我会亲手把你赶出去 就这样 我怀着满腔怒火 走出了小区 骂骂咧咧地走在大街上 就在此时 一辆豪华林肯 停在了我面前 接着从车上下来了 三个男人 老爹 你怎么在这 你什么时候苏醒的 怎么不通知我和姐姐们 我靠 我只是昏迷了30年 不是重生到18岁 这怎么还多出一个儿子来 他这一生老爹 差点没把我送走 大兄弟 你管谁叫爹呢 我才18岁 婚都没结 你可别乱叫 你就是我老爹 我天天去医院看你 还不知道你的样貌吗 要不是王医生给我打电话 我还被蒙在鼓里 王医生 是那个叉叉医院的王医生吗 听见王医生这个名字 我才想起来 今天离开医院 是王医生说过的话 他说过 我有五个儿女 没错老爹 你不会是忘了 30年前你捐献小蝌蚪的事了吧 如今我和两个姐姐和两个弟弟都长大了 是吗 那还真是好事啊 我还有事先走了 这一刻的我别提有多尴尬 我才18岁 就有几个儿女 说出去 谁会相信啊 更何况 还是捐献小蝌蚪捐出来的 说出去 丢死人了 尴尬的我刚要离开 就被林小龙拦住了 老爹 你先别急着走 我们五个可是天天盼着你醒来啊 你是不是刚从医院出来 还没地方住 先去我那里吧 说完 林小龙硬气的 把我拉上了车 没一会 便来到了他家门口 看到眼前城堡一般的别墅 我是想都不敢想有一天 我能住在这里 走吧 老爹 先跟我进去 老爹 你现在随便找一间屋子休息一下 明天我把主卧堂出来给你住 等等 你说你叫林小龙 你的名字是谁起的 忘了跟你说了老爹 我叫林小龙 大姐叫林小丽 其余的二姐和两个弟弟 改天带你去找他们 我们的名字都是妈妈给起的 是王医生说 要我们姓林 从一出生我们的妈妈都会带着我们去医院看望你 我本不想承认有几个人 更不想让别人猜测 我年仅18就已经成家 可谁让他这么有钱呢 老爹 时间不早了 你先去休息 明天我一早带你去找大姐林小丽 他也是很想见到你啊 老爹 今天我带你去找大姐林小丽 她开了一家公司 在整个海城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强者了 我本想拒绝接受这几个人 但想想都是我的亲骨肉 我打算先去看看他们 走吧老爹 你眼前的这栋楼都是大姐的 我们可以直接进去 我靠 那么大一栋楼 这得捐献几百斤小蝌蚪 才能买下吧 可林小龙来到公司前台后 我们刚想进去 却被一个前台拦了下来 你好 请问你们二人找谁 我们来找你们的董事长林小丽 没有预运 你直接去跟他说就行了 不好意思 我们林董正在开会 如果你没有预运 可能需要等一会了 没事的小龙 我们等等吧 我们已经决定在前台等待了 可这时一个不长眼的家伙 却走出来对我出言嘲讽 穿成这样还想见我们董事长 哪里来的相伴老 还不赶紧滚蛋 你大爷大 小子 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我是林小丽的新弟弟 你是个什么东西 敢对我大呼小叫 呦呦呦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上次来了个乞丐 还说是我们董事长的哥哥 这次来了个弟弟 你们能不能换点新花样了 听见这话的林小龙 差点气晕过去 这要不是林小丽的公司 他早就动用手上的资源 让这个家伙回家喂出去 听不懂人话吗 赶紧滚蛋啊 还留在这干嘛 等我请你们吃饭吗 刘经理 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在公司大呼小叫的 林董 来了两个不长眼的家伙 说要见你 还说是你弟弟 你明天不用来了 卷布盖走人吧 他就是我弟弟 老爹 你醒了吗 怎么不来找我 我靠 那么漂亮 这真是我林峰的女儿吗 我的基因真不错 不装了 我摊牌了 我就是你老爹 以后你可要多给我钱钱花呀 没问题老爹 以后我给你养老 老爹你还没吃饭吧 我们一起去吧 没一会 我和小龙小丽 便来到他公司旁边的酒店吃饭 老爹你看看想吃什么 今天的消费都由大姐买单 小龙 这么大个人了 没一点正形 当着老爹的面 你不能表现成熟点吗 没事的 你们看着点吧 名义上我已经48岁了 但其实你们都比我大 你们做主吧 你们看隔壁那桌 那是不是优美集团的林董事长 和龙翔企业的董事长 好像是我还听见他们 叫那个小帅哥老爹 不可能吧 那家伙看起来更像是他们的儿子呀 赶紧哪 赶紧拍下来 说不定能蹭一波流量呢 此时的我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殊不知没一会 林小丽的优美集团 和林小龙的龙翔企业 马上登上热搜 吃完饭后 我们本想来到林小丽的公司 等他下班后一起回去 谁知一个秘书级 匆匆地跑来找他 林董大事不好 你看看手机上的新闻 咱们优美集团和龙翔企业 一起登上了热搜 现在网上都在骂你呢 林小丽和林小龙 同时拿出了手机 整个网上都散不出很多 关于我的谣言 什么龙翔企业老板 和优美集团老板有一腿 生下一个儿子什么的 这怎么回事啊小龙 你有注意到 我们被狗仔偷拍吗 没事的大姐 或许是刚刚在酒店时被拍的吧 你也不用着急老爹 你忘了你还有两个儿子吗 两个儿子 什么意思啊 老爹 小龙就是龙翔企业的老总 而你的二儿子林小虎 可是整个海城最大的 媒体公司老板 网上这些谣言 对于他来说 分分钟就可以解决了 真是没想到啊 我林峰的基因 生出来的孩子 一个比一个牛 看来年纪轻轻的 我可以退休了 小龙 你担心给小虎打个电话 让他来我公司一趟 刚开始 王医生对我说 我有五个儿女 本来我还担心 他们不待见我 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 老爹 你现在住在哪里呢 要不去我那里吧 大姐 老爹才刚刚醒来 住在我那里 等他多住段时间 再接去你那里 咱们轮流照顾老爹 不用了吧 我爸妈离世前 给我留下了一套小区房 不过现在被我姑姑抢去了 明天我再去找他要回来 小区房有什么好住的 老爹 你先住我那里 至于爷爷奶奶留下的房子 过几天我会去要回来 就在我们几人 聊得不亦乐乎时 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走了进来 扑通一下 跪倒在我面前 老爹 你终于醒了 我盼你盼得好辛苦啊 你不知道从小 他们都说 我是个没爹的孩子 但我们又气馁 一直都在等您醒来 我靠 这是演的哪一出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欺负他们 差不多得了林小虎 老爹刚刚回来 你注意一下形象 知道了大姐 我这不是高兴吗 对了大哥 你叫我来是干嘛的 你还好意思问 你看看新门 咱老爹被人骂成什么样 亏你还是个大老板 这样的事还让他发生 林小虎点开手机一看 差点没给他气晕过去 网上的一篇骂声 早已占据整个热收 这什么人干的 不要让我逮到 否则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老爹你不用担心 我一会让人把舆论压下去 明天再去处理 没事的 反正我是无所谓 倒是你大哥大姐的公司 经不起折腾 你有空处理下就好 好了好了 都别说了 一会都去我那里 我给你们做红烧肉 老爹 我现在和妖妹住在一起 她晚点就回来了 小弟还在国外 过年就回来了 你先和我们住一起 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晚上我们几个坐在小丽家里聊天 这一刻我突然想到了当初父母还在的时候 我回来了大姐 老爹 你醒了吗 女儿我可想死你了 我的天啊 这谁受得了 我这几个孩子不仅有钱 还这么漂亮 还好是我女儿 不然我可要 快坐下来吃饭吧 然后我们商量一下老爹的去处 总不能让他一直跟我们住一起吧 老爹 我在北城有一套八千坪的别墅 如果你不想住小龙那里 随时可以过去住 我现在就把钥匙给你 大姐出手真是好爽啊 我记得那套房是你花了十八个亿买的吗 什么十八个亿 那这房子太贵了 我不能要你的 小虎就你花多 这是咱们老爹 为他花十几个亿怎么了 老爹你不用多想 一套房而已 对呀老爹 大姐几百亿的身家可不缺这点钱 我这里有张卡 里面有三十亿 密码是你的生日 有什么需要的你就自己买吧 我靠三十亿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了 老爹 你就放心收下吧 以后有我们五个 你最不用担心的就是经济问题 明天我带你去买辆车袋不用 突然有人对我这么好 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是好了 老爹 你放心吧 你的几个儿女都不差钱 虽然我还没想到能送你什么 但我可以给你足够的爱啊 今晚我要睡老爹的房间 谁也不许跟我抢 我靠 这这这 这可如何是好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呀 说什么呢小娟 这么大的人了 我要去打扰老爹休息了 对对对 我一个人挺好的 你一个女孩子 千万不要随便说和哪个男人一起睡觉 隔天一早 趁着小丽和小娟还没起床 林小虎便拉着我要去买车 老爹 二弟说要带你去买车 既然如此 那我就去一趟我爷爷奶奶的小区 把房子给你要回来 也好 但那好歹是你的姑奶奶 你说话稍微注意一些 我们买完就去找你 不久后 我和小虎便来到了一家4S店 精力在吗 出来介绍一下你闷店的车 客人你好 买车可以 但我们店里需要验子 没有十万块钱是不允许看车的 优喊 老子今天算是开眼了 不就是一个破宝牛车吗 还需要验鸡 老子的钱 你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 也不可能赚到 其实林小虎生气 并不是因为对方嫌弃他穷 而是这家店看不起人的眼光 如果换是我来买车 肯定要被好好修理一番 大家快来看 这人没钱还想买车 说我们的宝牛车配不上他 对方此话一出 瞬间无数的销售经理和客户 蜂拥而至 都等着看我和林小虎的笑话 小子 你不是说你很牛吗 拿出点实力 让我们看看啊 小虎 不要出手伤人 不至于和他一般计较 你放心老爹 我自有分寸 就在林小虎 准备说出自己的身份时 一个路人走了过来 林小虎 你是林小虎吗 我是你的粉丝啊 呦呦呦 戏码够阻染 连群众演员都找来了 瞎了你的狗眼 你不认识眼前的男人 还没看过他拍摄的电影吗 瞎了眼的家伙 上网好好查查吧 说吧 对面的销售经理 便打开了手机 结果这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跳啊 什么 林小虎 全球首富排行榜排名第九 海城最大的媒体影视集团 红江集团老板 手下管理3000家媒体公司 总资产超过7000亿 对不起林先生 是在下有眼无珠 你可不要和我一般见识 我这就带你去看车 不用了 本来今天准备300万来买车 看来贵公司根本看不上这店小钱 既然如此 老爹我们走吧 既然买不到车 回去后 你从我的车库里随便选一辆 从4S店出来后 我害怕林小龙会对姑姑做出什么事 毕竟那也是我的姑姑 于是我便带着林小虎一同赶往家里 此时的林小龙和姑姑 已经因为房产归属 大吵起来了 小龙 怎么回事 林峰 你这个不知死活的野小子 得不到老娘的房 居然敢叫人上门赶我走 老东西 你说谁是野小子 你眼前的林峰 是我老爹 你现在踩的房 也是我爷爷的 笑死个人了 这两个家伙看起来都可以当你老爸了 怎么可能是你的儿子 呵呵 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 18岁那年 我就是因为捐献小蝌蚪昏迷的 现在他们都长大了 个个都是首富 比起你那个没用的女儿好多了 看在我老爹的份上 我叫你一生姑奶奶 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我叫鼠鼠过来和你谈 要么给你五百万 拿着给我滚蛋 五百万 你要是真能拿出五百万 我马上离开这里 明天就去他爹妈的坟钱认错 支付宝到账 五百万 钱给你转过去了 现在请你马上滚蛋 没等林小龙再次开口 姑姑便转身离开 虽然有些于心不忍 但那五百万 也应该够他母女二人 不过下半身了 老爹 房子的事业处理完了 我想到一个问题 还需要小虎帮忙 我们打算把你的身份 澄清一下 对啊老爹 凭借我们几个的身份 新闻发布出去 没有人敢说什么 对你以后出行也方便 你们看着办案就好 把我们父子的身份 公布于众也好 现在小弟还在国外 我们四个先去小虎的公司 小虎你打电话 给公司准备一下 我给大姐和妖妹打电话 接着我们便来到了 林小虎的公司 此时的公司门口 已经聚集了大批记者和群众 我也不由得紧张起来 老爹 你的宝贝女儿来了 我靠 能不能不要每次都这么主动 这谁受得了啊 还好这是我的女儿 小虎 你准备好了吗 开始吧 感谢各位记者公司的来临 今日我林小虎 以红江集团的民意 请大家到来 只为一件事 相信你们之前 也看到过热收 没错 在你们眼前的这位男子 就是我林小虎的老爹 此话一出 台下瞬间虚声一片 这个消息 犹如晴天霹雳般降下 所有人都不经感慨 这会不会是林小虎 为了流量乱说的 今日叫各位记者公司 到来只为一件事 你们眼前的男人林峰 就是我林小虎的老爹 以后在整个海城 谁要是不尊重我老爹 那就是和我红江集团作对 小虎好好说话 你这样容易让别人以为 我们都是黑社会 小丽你比较懂事 你来跟记者说吧 各位记者朋友好 我是优美集团董事长林小丽 红江集团林总没有说错 你们眼前的林峰 不仅是她的父亲 也是我的父亲 包括全球知名教授林小豹 和龙响企业的董事林小龙 以及拥有上亿粉丝的林小娟 我们五哥都是她的儿女 林小丽的话还没说完 台下便发出了阵阵疑问 有人问我的年龄 也有人问我的工作 于是我便把一切真相 都告知了他们 有了林小虎的帮助 新闻刚刚发布出去 便占据了热收 不久后 整个海城将会知道 我苏醒的消息 好了 该处理的事都处理完了 为了不打扰你们工作 这段时间我暂时回到 我爸妈的房里里居住 明天我要去一趟 你们爷爷奶奶的坟前看看 如果你们也要去 记得早点回家 老爹 大姐都给你一套别墅了 你怎么还要回去那个小区 金窝银窝 不如自己的家窝 我听说那边不久后 要翻修 等到那时候 我再搬走 毕竟那是你爷爷 辛苦一辈子打下来的 老爹 不如我们一家去 吃了中午饭 你再回去吧 没事的 你们忙吧 我去小区里吃 那里有我太多回忆了 我得去看看 再说了 小龙早上不是才给我三十亿吗 你们不用担心 好了好了 大哥大姐 你们也别劝老爹了 等他回去看看吧 明天我们一起去见老爹 祭拜爷爷奶奶 说吧 我便转身离去 父母生前欠下很多债 我也要去处理一下 来到小区后 我来到一家餐馆 想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没想到 遇到了一个曾经的熟人 村子里的恶霸成哥 呦呦呦 林峰 你小子醒来了 这么多年没见 有没有想我 这个诚哥是曾经村子里的恶霸 从小欺负我 没想到几十岁了 还是当初的模样 诚哥 我们好像没有太大关系吧 你这是做什么 就在这时 一个路人突然坐在了我的旁边 兄弟 这里有人坐了 我不是人哪 我到底是不是人哪 干嘛呀 你 吃错药了吗 林峰 你知不知道这家店是谁的 这条街所有的店面都是我的 睡了三十年了 你有钱吧 就敢往这走 人家问你有没有钱啊 你是谁啊你 到底想要干什么 大声发 你那么激动干什么 来人 给我的好朋友 上一瓶82年的拉菲 喝那个有什么意思 要喝喝这个呀 这个锅怎么会好喝 要喝喝这个锅 我没有和他们做过多的解释 而是转身便离开了这里 回到家里后 我挨家挨户的敲门 把父母当初欠的钱 全都还清了 终于清静了 昏迷了三十年 还没好好休息过 先睡一觉吧 怎么都八点了 小龙他们应该快到了吧 老爹 我们来了 老爹 你不是说带我们去看爷爷奶奶吗 我们怕耽误时辰 便早早出发了 好的 我们再等一等 我也不知道爷爷的墓在哪 还要等你们 陈叔叔带我们去 话音刚落 陈拱的电话便打了过来 林峰 我准备好了 你们下来吧 没一会 我们便来到了郊外一处河边 看见父母那一刻 我再也控制不住 内心激动的心情 爸 妈 儿子不孝 过去了二十多年 我都没来看你们 是儿子的不对 对呀 爷爷奶奶 我们都是您的孙子 有我们五个在 老爹在也不用受苦了 爸妈 你们放心 你们苦了一辈子 才留下的房子 我已经要回来了 不会让他再落入他人之手 就在我们一家人来后不久 一股熟悉的声音突然传来 哥哥嫂子 小妹来看你们了 姑姑 你终于来了 我还以为你忘了呢 林峰啊 以前都是姑姑不对 现在姑姑知道错了 以后每年的这个时候 我都会来这里陪伴你爸吗 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 我姑姑是个贪财的家伙 他这么做 肯定是因为 看见小龙他们很有钱 但至少他有那份心 我也没说什么 没事的姑姑 我父母已经不在了 以后除了小龙他们 你就是我最后的亲人 我怎么会怪你呢 扫墓结束后 我又一次和小龙他们分道扬镳 结果我刚和陈拱回到家里 便看见一群工人 站在小区门口 还带着很多挖掘工具 很多小区 村民都站在门口 讨论着什么 你们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这个小区 已经被韩式房地产集团收购了 他们要把这里拆掉 改成游乐园 什么 拆掉 这个小区不是才二十多年吗 没到时间怎么能拆呢 这就不知道了 反正我们收到的通知是拆掉 今天只是通知小区居民搬走 过几天就要拆掉了 林峰 你终于来了 这个小区我们住了几十年 以前这里就是我们的村子 我们对这里是有感情的呀 这怎么说拆就拆呢 我想知道 韩式集团花了多少钱收购的小区 我听说花了一百多亿 就连地皮也买下来了 一百亿 小龙给我的三十亿还远远不够 我本想把小区买下来 这样就能留住父母的房 告诉你们老板 这个小区暂时不要拆 我想买下这块地 什么 这可是一百亿 你一个穷小子怎么买得起 这些你都不用管 你只需要告诉你们 老板就行 我刚说完 眼前的男人便拿起了手机 喂 韩董事长 这里有个脑子不正常的人要见你 还说要买下你昨天收购的叉叉小区 小子 我们老板约你明天在旁边的酒店见面 他想知道你是哪家医院跑出来的傻子 兄弟们 廖家伙走了 没一会 小区门口的工人便全部离开 而我也直接掏出了手机 小龙啊 你知道韩氏房产吗 知道啊老爹 你是要买房吗 不是的 刚刚韩氏集团收过了你爷爷住的小区 说要把这里拆了 我想从他手中买下这个小区 没问题啊老爹 需要多少钱你告诉我就行 还没确定 我和他们老板明天约在了叉叉酒店面谈 我明天一定到老爹你先去跟他们谈就好了 挂断电话后 我突然感觉后背一阵发凉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一样 林峰啊 我们都知道你是好心 毕竟这是你父母生前的家 但那可是一百亿啊 林峰 你就别装什么大头了 还不如让他们拆掉这个小区 赔偿我们一点安家费 我们回老家去发展吧 大家放心 我既然说出去了 就一定做到 等我买下这里后 你们照常住在这里 不收任何租金 隔天一早 我便独自来到叉叉酒店 小龙怎么还没到 不会是害怕韩式集团不敢来了吧 我没有过多猜想 而是静止走了进去 你就是林峰 是你要买叉叉小区吗 不错 想必你就是韩式集团的老总寒门峰吧 你怎么说话的 年纪轻轻也不懂得尊重人 我老爹的大名是你能叫的吗 我为什么不能叫 我看你老爹年纪不大吧 我今年四十八岁 论辈分是不是得和你爸一辈啊 等等 你说你叫林峰 林小龙林小丽 是你什么人 你说的是龙翔企业的林小龙吗 那是我的大儿子 难道新闻上说的都是真的 你就是那个昏迷了三十年的林峰 没错 是我 林峰先生 我知道你的五个儿女都很有钱 甚至有两个堪比全球首富 但你要买下那个破小区 意义何在呢 不瞒韩总 那个小区是我从小住到大的 我出生时那里还只是一个村庄 现在变成了小区 我想把它留下当作纪念 我可是花了一百亿买下的小区 恕我直言 如果你要从我这里买下这个小区 至少料出一百五十亿 韩老板真是世子大开口啊 一百五十亿 你竟赚五十亿 你这算盘打得够响亮啊 你可以去问问你的女儿林小丽 如果那个小区一旦建设成游乐园 专画的收益将是数不胜数 给你一百五十亿 已经是给了林小龙面子了 此时我手上只有三十亿 要想买下看来是不可能了 就在我准备离开时 林小龙突然赶到了酒店 一百五十亿就一百五十亿 韩老板 你真等我林家出不起这个钱吗 林董市长 真的肯为了一个从未见过的父亲 花一百五十亿吗 韩文峰 你说话最好注意点 虽然你还是集团 能和我龙翔企业打个平手 但你可别忘了 我大姐二弟他们是做什么的 我们五兄弟要是连起手来 整个海城都要翻一番 算你狠 我不跟你争 一百五十亿马上 打进我的卡里 今天算我倒霉 女儿 我们走 对不起老爹 我公司有点是耽误了 还好赶上了 没事的 还好你来了 老爹 你不要听他的韩文峰胡说八道 早在你昏迷的时候 我们五个就与你做过亲子鉴定 你就是我们的老爹 好家伙 天下果然没有白吃的午餐 他们五个果然是商业圈的龙头 个个奸诈无比 居然早就做过亲子鉴定了 生怕我不是他们亲爹 做完一切交接手续后 我来到了小区门口 还把那些资料展示给居民们看 各位 这个小区以后就是我的了 你们和我父母当初都是一个地方出来打拼的 既然大家都是老乡 我也不为难你们 这里的房子你们可以随便住 算了吧 林峰 当初你爸妈把我们从林家村带出来打拼 好不容易奔出头来 现在还要你帮我们 要不我们每个月给你一些租金吧 其实这些我早就想到了 也做好了不受他们租金的打算 房子你们可以随便住 但我有个要求 从今天起我要开始创业 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 而起点就是咱们叉叉小区 那你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们说 能帮忙的我们肯定的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去 而是来到了林小丽家里 还把他们几个都约了过来 老爹 你今天过来是有什么急事吗 我听说小龙刚给你买了一个小区 是这样的 我想自己开一家公司 自己创业 带领我们老家林家村的乡亲们一起致富 老爹 你都多长时间不跟老家的人见面了 还管那些干什么 对啊老爹 你要是缺钱 我每个月给你一个亿 或者我们每人给你一个亿 你就安安心心的过日子就行 不行 我把你们叫来不是要钱的 是让你们帮助我的 那老爹你有什么想法 可以说出来我们听一听 你们的朋友多见识也多 帮我联系几个学校 或者私人助理 我想学习一下金融房产 股票经营 投资以及外贸 我想自己创业